1952年,志愿军67军军长朝鲜战场上去世,我们却迟迟不公布死因。 这位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军衔最高的将领,去世后虽然国内马上进行了攻击大会并隆重下葬,但对于他的死因却一直没有说。 我们对此闭口不谈,自然是有原因的,那么67军这位李湘军长到底是如何去世的? 他的一生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1952年7月8日,一个悲痛的消息从朝鲜战场上传来,志愿军67军的军长李湘同志在战场上不幸牺牲,年仅38岁。 但让人奇怪的是,李湘的去世似乎并非是因为在战场上受伤,大家对于他的去世原因也都没有直说。 当年12月,李湘军长的遗体被运回国内并举行了隆重的攻击大会,战友和家人们纷纷为他来送行。 大家也不由地回忆起李湘刚刚参加红军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的矛头小子。 1914年,李湘出生于江西的一个贫苦农家,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家里都靠母亲一个人。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乱当中,因此李湘一心想要报效国家,他的姐姐被国民党逼迫过,所以他很讨厌国军,听说红军对百姓很好,于是就从家里溜出来去当红军了,当时他才15岁。 但因为年龄小,个头小,因此红军不想收他。 急得李湘哭鼻子,给红军将自己的故事,最终才作为勤务员留在了队伍里。 不过,那时候的李湘还不叫这个名字,叫做李秀礼。 在1931年的时候,队伍行进到了湖南,朱德来到团里视察。 朱总司令看到李湘后,开玩笑说这个名字像个女孩,说现在队伍进了湖南,要不就叫李湘吧。 就这样,李秀礼改名李湘,成为了红军中的小战士。 虽然李湘年纪小,但实实在在是从红军最艰难的时候走过来的,加入红军后不久,红军就开始了25000里的长征。 20岁的李湘就这样跟着队伍走上了长征之路。 在长征的时候,因为李湘在战斗中受了伤,身体状态很不好。 首长曾两次想把李湘留下,但李湘都拒绝了。 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他没有骑过牲口,也没有躺过担架,就这样硬熬着走完了长征。 李湘人年轻,机灵,学习东西很快,在不断的战斗里,他很快成长了起来。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组为新四军,李湘也从营长晋升到了副团长,1942年更是晋升为了进查军区三分区的司令员。 此时的28岁,算得上年轻有为了。 1946年,有人给李湘介绍了安淑静,安淑静在当地做副救会的主任,两个人认识后不久就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夫妻。 两个人年龄差得比较多,但都没有感情经历,两个人结婚后还都有些害臊。 结婚照是两个人偷偷跑到没人的地方,安淑静搂着李湘的脖子照的。 夫妻俩刚刚结婚三天,就分开各自开始工作,直到半年后才重新再见面。 从1946年结婚,到1952年李湘去世,夫妻俩结婚的六年时间里,巨少离多。 本来安淑静觉得新中国成立,或许两个人就能多见面了,但没想到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 安淑静最终没等来丈夫凯旋归来的消息,只等来了丈夫牺牲的消息。 那么,当时在朝鲜战场上的时候,李湘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真实的死因是什么呢? 1952年,志愿军67军军长朝鲜战场上去世,却迟迟没有公布死因。 李湘作为一个1939年就加入红军的老革命,1950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成为了67军的副军长兼参谋长。 在67军大部队开服抗美援朝前线之前,李湘就已经带着几位参谋, 警卫员以及电台等进入了朝鲜。 那么,在朝鲜的这一年之间,李湘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又是因为什么牺牲的? 前往朝鲜之前两个小时,李湘才告诉夫人安淑静自己要前往朝鲜了。 安淑静此时还在怀有身孕,听到丈夫要要前往前线的消息,深感无奈。 因为说实话,李湘的身体情况其实并不算好, 他在战争中受过很多次伤,其实都留下了病根。 安淑静自然不想丈夫还没安稳几天就要前往前线的。 但李湘作为军人,作为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 他必须保家卫国,为国家做出牺牲。 安淑静也懂得这个道理, 与丈夫见过最后一面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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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这一年年底才被送回来 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在接到丈夫去世的消息后 安淑敬痛哭流涕 但想到还有儿子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 她又强打起精神来参加丈夫的葬礼 在朝鲜战场上的时候 李宗就算很忙也会给妻子写信 这些信都被安淑敬好好地珍藏了下来 安淑敬也没有再嫁 后来两个人的儿子进入部队研究院工作 取得了四项国家级的科研成果 女儿则成为了军医 安淑敬也尽可能不让儿女操心 老年的时候因为腿脚不方便 她找了个小姑娘当保姆 也当孙女 就这样互相陪伴着生活 1987年 安淑敬参加了中朝友好参观访问团 她第一次来到朝鲜 在这片丈夫曾经战斗和牺牲的土地上 她受到了很高的礼遇 看到丈夫在朝鲜如此受尊敬 安淑敬对丈夫的去世也释怀了几分 她是为新中国牺牲的 是为友邦朝鲜牺牲的 她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也是有意义的 2021年 94岁的安淑敬去世 距离丈夫离她而去 已经69年 李湘作为我国在朝鲜战争中 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 她的名字将永远被我们铭记 她的精神也将永远鼓舞着中国人前进